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我自己比較沒有自信做的一個主題 但我覺得就是以一個分享的心態來拍 然後分享給大家這樣 沒錯,今天就是要來分享我平常是 怎麼show我Instagram上面的照片 首先我並不是一個非常專業的 就是你知道很視覺設計 很有視覺美感的人 我也是大概這兩三個月來 開始有就是比較認真的在調一個自己很喜歡的顏色 然後有認真在經營 就是你然後整個版面的一個東西 對,我有把一些notes簡單的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一項一項的來講 首先第一個呢,是我是怎麼學修圖的 我開始認真學修圖 是因為看了Mira跟Spoon的一支叫叫人家調色的影片 然後我就 忽然之間有點毛色遁開的感覺 所以就開始你知道 對,這個旅程 但實際上還是要靠自己慢慢去摸索 因為你自己的喜好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自己喜歡的色調是比較偏橘色跟紅棕色 所以它整個風格是有點復古的感覺 我平常使用的修圖APP大概有三個到四個左右 就是要看我的心情 平常會先用Lightroom 再用Snapsea 第三跟第四可能是用Kunicam跟A Design Kit 我等一下會示範大概四張照片 就是你可以看到圓圖很不一樣的狀況下面 我怎麼把它修到我自己很滿意的樣子 對,首先在教大家修圖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講 其實拍照的當下也是很重要的 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 要修到我喜歡的那個狀態有幾點 是在拍照的時候就必須要注意的 我自己覺得調下來有三點 如果觸犯到了就會很難修 首先第一個是光線過曝 第二個是光線太暗 因為你從暗要調到亮的時候 你整個人的畫素會就是減低大概50% 然後臉看起來就會不是很自然 然後你顏色再怎麼調都會覺得很奇怪 我個人覺得最好的光線有兩種 一種是在白天 然後光線充足的室外陰影下 哇,那個光線就是Perfecto 另外一個就是在窗邊 有可能有一道光這樣子打過來 可能打在你的這邊 或是在這邊 我不知道,我覺得那樣很有藝術的氣息 但是又不會整個人照得很像一顆電燈泡這樣 然後第三個呢是 如果你喜歡我這種痛調的話 你在拍照的時候就要避免以下幾個顏色 一個是大紅色,一個是大橘色 你可能問我說 欸你不是很喜歡橘調嗎 那為什麼不能就是拍紅色也不能拍橘色呢 原因是因為在修圖的時候 你要調的那個色調 它是整體一起調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照片裡面 已經有大紅色或大橘色的東西 你把整個痛調再調橘的話 那個橘色會變得太鮮豔 然後會很奇怪,我覺得 那個比較像牽翼髮而動全身 所以我個人覺得調起來很痛苦 大概是這樣 那現在呢,就請拿出你的手機 然後download以下四個app 那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已經有四張照片 準備在這邊可以給大家看了 首先我們先進到lightroom 那我們從很多人喜歡的這張照片好了 我看到這張照片的第一個想法是 欸我覺得它的光線已經算蠻充足的 所以我不用特別再把它加亮 那我們先點開light這個選項 那exposure就是曝光我就不會再動 因為我覺得它已經夠亮了 那我會直接到下面的shadow shadow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整個過曝 但是又想要稍微提亮一下的話 你就可以調shadow 所以我通常會習慣調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到black就是黑色的地方 然後稍微把它調黑一點 這樣整個的對比就不會到很明顯 但是你可以更突出你想要突出的東西 然後再來呢我習慣是到effect 就是效果這邊 然後把clarity清晰度稍微提高 這個選項會給你的照片一種比較復古的感覺 今天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顏色 我們點開color 大家都知道橘色就是紅色加黃色所調出來的嘛 所以我會先試著調到黃色的地方 調高一點 然後再把下面tint這邊往紅色的地方調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現在這樣是不是就變得跟原本比起來 就已經是紅跟橘的感覺了 然後再來呢 為什麼我會喜歡用lightroom 就是因為它可以把每個顏色都個別的分開 所以你們看到右上角是不是有一個 像彩色的圓形 然後上面寫mix 你就點開進去 我不喜歡照片裡面有很多黃色 所以我通常會點開黃色 把saturation就是飽和度調到最低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了 是不是 然後我通常會點開橘色的tab 然後呢 在橘色的部分再稍微做一點調整 例如說你現在覺得可能有點 嗯太紅了 我就把橘色的saturation稍微調低一點點 那大概是這樣子 我就先輸出 好 再來呢就到我們的第二部就是snapseed 我們先把剛剛的這個照片給打開 其實snapseed裡面有非常多的功能 你們可以自己去慢慢磨 但我個人呢只會選擇Tools裡面的一個grammy film 那這個就會給一種你知道很復古很復刻的感覺 在這個畫面我會先把那個style的強度稍微調整一下 你看你如果調很強的話 它會把那個橘色稍微收掉一點 但是會更有復刻感 所以例如說我就大概到35好了 對 然後呢 green它就是上面的顆粒感 你想要它多復古 我個人通常會調到大概10左右 再來呢我會點開tool的最左上角的叫tune image 然後我會連到ambient ambient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但你一把往右邊拉 哇是不是 這個色調整個又出來了 變得很復古的感覺 那在這邊其實你也可以調很多 像是亮度啊 對比啊 飽和度啊 什麼什麼的 我通常都會在這邊做最後的一個調整 例如說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 你知道sad的感覺 不是很開心 所以我就稍微調亮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子 登登 再來第三步 好多步 就到cuni cam 然後打開我們剛剛的這個圖畫 那這邊呢 我通常只會用兩個功能 一個是light 一個是dust 那light的部分 它就是有一點那種底片相機的快門感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點開稍微調一下你想要的強度 或者是你想要它在哪一個角落 例如說我覺得我想要它在這個角落 我覺得ok 然後dust呢 所以例如說我隨便選這個好了 我覺得這個很ok 稍微調一下 好 save 所以這個是before 這個是after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我第二張呢 來選我跟Ean在沖繩拍的這張好了 這張我看過去的第一個想法是 我覺得夠圖不錯 然後沒有過曝也沒有太暗 所以首先呢我們一樣先到light的地方 然後稍微把我們的shadow往上提 有沒有覺得你shadow往上提之後 整個照片就有變亮的感覺 black稍微加深一下 一樣到effect調一下我們的清晰度 好 再來到color 開始調 喔好漂亮好漂亮 ok 有沒有覺得加上橘色之後 整個感覺都變了 我覺得我可以再橘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到黃色先把它都拉掉 拉一半就好了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看 對 喔好大油喔 再來為什麼要選這張照片示範呢 是我想跟大家講 其實藍色在我們橘色調的照片裡面 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點到右邊數過來 第二個藍色的地方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藍是不是有一點藍偏紫的感覺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天藍色 我覺得跟橘色的這個色調特別的搭 所以我們可以在最上面的那一藍往左邊推 有沒有看到它開始變成天藍色了 有沒有 本來是這樣 現在變這樣 然後在saturation的地方 稍微往右一點點加深一點它的飽和度 是不是 這張照片我覺得還有一個可以稍微調一下的 那就是我們整個照片的角度 滑到最右邊有一個Geometry的一個Tab 這個其實你要先上Adobe去買它的專案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的話就可以用 那沒有的話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你也不用特別花錢這樣 我通常會使用的只有第一個就是Distortion 我看我稍微往右邊一點點 好 然後按上面的Constraint Crop 所以你看 Before After 你如果按太多就會超明顯的 沒關係我跟你講 沒有人可以judge你要修怎麼樣 因為這是我們的照片 下一個一樣到那個Snap Seat裡面 把剛剛的照片叫出來 一樣我們到Grammy Film 稍微調一下它的整個狀態 喔 回到Tune Image 其實我真的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個Ambiance 這個Ambiance 只要一上去整個照片的感覺 就會變得很像我想要的那個樣子 好 我剛剛示範過Cune Kim對不對 那我現在來示範A Design Kit 那這個Design Kit呢 其實是Agnis介紹給我的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App 你可以放一些小東西上去啊 然後可以打字啊 有的沒的 它裡面有免費的 也有需要付費的 我自己是有買了兩套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一些小圖這樣子 當然這個就是看個人的喜好跟風格 你不用跟我買一樣的 超可愛的 例如說這個好了 就可以這樣 跳跳跳跳 有種 將 好 我亂亂先調了一個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第二張照片就這樣修好了 那一樣這個是before 然後這個是after 我們接下來快速的在修最後一張好了 因為我覺得再修下去就是沒完沒了了 那我們一樣打開lightroom 我們要選哪一張呢 選我跟Agnis的這張好了 這張因為是人像 然後又在室內拍的 所以我覺得做一個示範 應該還蠻有趣的 一樣我可以先稍微調一下我的shadow 然後還有blackness clarity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的 我很在意我牙齒很黃這件事情 尤其在Agnis他這麼牙齒這麼整齊這麼白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fix這一點呢 對 首先呢我們先調一下我們的溫度 看到這邊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 欸有沒有發現我們的臉頰跟額頭有一點亮呢 所以我會回到light這邊 然後把highlight就是highlight的意思 對把它稍微調降一點點 然後我一樣會回到右邊這個顏色環把黃色整個拉低 有沒有看到我的牙齒的黃就是這樣慢慢的消退了呢 沒錯在社群網站上面一切都是假的 那我們就先export 回到我們的snapsy把剛剛的照片叫出來 一樣是greeny film 這邊其實我剛剛沒有講 但greeny film裡面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filter啦 你們可以自己選喜歡的 我自己喜歡用的是X01 跟我記得B01我也蠻喜歡的 欸不是不是 B03我也蠻喜歡的 先稍微調一下我們的強度 還有複刻 可麗度 回到我們一般的tume image 把我們最喜歡的ambiance拿出來 一往上調 是不是是不是 照片到這邊就調色完畢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張照片 現在還差了一點點更橘的感覺 所以呢我就會到cool me can這邊 我會再加一點點這種橘紅色的filter 還有一點點的顆粒 太好了 好 我的這張照片也就這樣子修完了 這是我們的before跟after 今天再次強調它不算是一個教學啦 就是你知道純分享這樣 之前我有朋友跟我說 覺得我的instagram好像很不真實嗎 就好像很假 就好像都只有發出很漂亮很美好的一面 那我個人覺得我的instagram 雖然不是有什麼很大的following 但是你如果想follow的話 在這邊喔可以去follow 但是某種程度來說 自從我迷上了調色這件事情 它變成是我一個 有點creative outlet的感覺 就是我每天會很興奮要去調一張照片 希望把它調到自己喜歡的顏色啊這種 所以沒有必要把它想太複雜了 我的人生當然也不是實全實美啊 畢竟你知道我裡面的照片 大部分都是一眼幫我拍的 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見面一次 我就要存一堆照片 然後就是慢慢修 然後找時間慢慢發這樣子 是不是很可憐 大概是這樣子啦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調出自己喜歡的照片 跟顏色 然後也謝謝每次跟我說 我調色調的很漂亮的朋友們 收到這些回覆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後很開心這樣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拍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拍 好 Let me see see my points 好 等一下 等一下